其实不止台湾 美国的物价也是不断的上涨 十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增幅 创下近四十年来的新高 与去年十一月相比 美国今年十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是飙升了百分之六点八 这个是一九八二年六月以来 最大的增幅 与前一个月相比 则是增加了百分之零点八 比预期的还要高 这包含了食品 汽油 二手车价格都是持续的上涨 通膨严重 油价上个月是涨了百分之六点一 二手车价格也是上涨了百分之二点五 民众负担 同时不断的增加